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此斩杀实在是有些可惜 你上山去吧 若是采摘下来神药 我给你一个全尸 让你痛快地死去 没什么可惜的 灭绝他的神石 将他留下还是可以用的 江汉忠嘴角带着一丝冷笑 摇光圣地的长老徐道玲摇了摇头 可惜了那种圣药 白白被他给糟蹋了 若是被我等服食 实力定然会突飞猛进 你们真以为能够杀死我吗 叶凡冷笑 江汉忠取出一个锦盒满不经心的开口 其实杀你根本不用费力 可以轻易地让你灰飞烟灭 叶凡心中顿时一跳 他感觉到一股危险的气息 那个盒子非常不一般 他暗自庆幸 没有轻易动杀手锏 那将是他最后的底牌 好吧 你们为我扫清那些白骨匠 我上山为你们采集神药 叶凡心思电转 想要借助这些人的力量 为他来扫除山上的危险 凡利用他们来采摘神药 九座圣山 巍峨成魂 上面古树参天 骑石突起 称得上是壮丽 山脚下 叶凡看向江汉忠 我只有一个条件 将他们六人全部放走 说到这里 他指向柳依依 张子玲 林家等人 柳依依与张子玲露出焦急与忧虑的神色 示意叶凡赶紧逃离此地 但却不能以言语表达出 因为周围近是其事 周一 林家王子文没有想到 叶凡在这种时刻 先想到的是送走他们 李小麦也是神色一正 凝望向不远处的叶凡 他们现在根本帮不上忙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用 叶凡凝是江汉忠 你不过是想利用他们事态 山上那些白骨架而已 没有必要牺牲无辜的人 你倒是有情有义 可惜实在没有资格与我们谈条件 江汉忠淡淡地扫了一眼不远处的几人 没有多说什么 显然不打算放过几人 不远处 周一 李小曼等人全都变色 他们自然可以猜到江家长老的心思 最后肯定是杀人灭口 不让他们活着离开 叶凡在地上捡起一块十几斤重的山石 在手中掂量了几项 而后 拴动手臂猛力地向着山上置去 很难想象他有多么大的力量 那块山石划出一道优美的轨迹 直接自山脚下冲上了山巾 重重地砸在白骨堆中 你在做什么 鸡家的长老激云风震怒 露出森然沙鸡 你们不是想试探圣山上那些白骨吗 我直接带你们出手 不用活人去了 遥光圣地的长老 徐道林的脸色断食沉了下来 谁让你妄动了 江汉忠也露出沙意 将锦盒拖在手中 点点光泽闪烁 似木飞幕似玉飞玉 并不绚丽 故意盎然 没有恐怖的能量波动 但是却给人以极其危险的感觉 叶凡有一个错觉 那仿佛是一方天地 而非一个盒子 四颗包容万物 收纳山川大地 就在这一刻 盛山上传来猛烈的震动 像是有什么庞然大物被激怒了 无数山石滚落下来 将很多林木都冲击地折断了 那些白骨下山了 许多骑士惊叫 只见圣山上密密麻麻 数不清的白骨向下爬来 并不是多么的快 白茫茫一撇 让人头皮发麻 你干的好事 江汉忠震怒 盯着叶凡 眼中杀鸡毕露 毫不掩饰 你派人工去 也是这个结果 现在赶紧做出决定 如何取舍 是否还继续采摘神药 遥光圣地的长老 徐道林脸色很难看 姬家的长老姬云峰 神色凝重 现在没有必要 藏着掖着了 将我们各自的进气 都拿出来 强行开辟道路前进 一定要登上圣山 采摘到神药 江家长老脸色铁青 狠狠地瞪了一眼叶凡 拖着手中的锦盒 此近期可让我的 山力源泉喷涌九次 瞬间恢复修为 我有九次出手的机会 叶凡闻听此言 顿时一惊 他暗呼侥幸了 这个老家伙 竟可以施展神通 刚才如果真拼命的话 他是必死无疑 姬家的长老手中 出现一块拳头大的骑石 通体乌黑 上面密密麻麻 刻印有数不清的纹路 具有一股自然的道运 我姬家一位太上长老 亲自祭练的进气 烙印下无尽道文 可短暂的凝聚天使 可让我有九次出手的机会 叶凡心中凌然 这些荒谷世家的底蕴太深厚了 居然可以祭出这样的器物 可令他们在荒谷禁地中 短暂的恢复神力 遥光圣地的长老 手持一片巴掌大的碧玉叶 绿光闪闪 上面也刻满了 玄傲繁复的道文 非常流畅 像是自然生成的树叶纹理 为了来进地采摘神药 我遥光圣地的一位太上长老 亲自继承瓷器 能让我有三次出手的机会 江汉忠根本不相信 不可能吧 遥光圣地不若我等荒谷世家 为了进入生命禁区 怎么会如此草率 祭出这样一件残刺禁器 姬家长老以神色冰冷 徐兄 到了现在没有必要藏桌 遥光圣地的长老说道 我虽然只有三次出手的机会 但是 此近期内却封有我遥光圣地 一位太上长老的神力 可动用两次 江汉忠与姬云峰闻听此言 顿时倒吸冷气 这片碧绿的叶片 称得上重宝 三个长老聚在一起 简短地讨论了几句 叶凡在旁听得明白 所谓的禁器是专门为进入荒谷禁地而祭脸除的中宝 这些圣地与荒谷世家实力强大 地狱深厚 手段通天 他忍不住问道 你们怎么不多准备一些进气 你这样的凡人等什么呀 江汉忠脸色不是很好看 他现在有杀人的冲动 因为叶凡望动 此刻圣山上的白骨密密麻麻 全都在向下爬来 徐道领扫了他一眼 炼之上这样一件尽气 所需要的材料难以想象 完全可以继承一件威力强决的大器 没有时间可耽搁了 现在立刻前进 几下的长老急云风催促 叶凡被逼着走在最前面 三个长老紧随在他的后面 再后面是众多修士与李小曼等人 圣山上草木繁盛 岩石其异 称得上秀丽 但没有人会注意这些 现在是生死关头 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 刚刚爬上半山腰 距离山顶还很远 就感觉到一股要挟的气息 所有满手都咆哮了起来 有骑士惊叫出声 我 我在变老 有骑士惊叫出声 有骑士惊叫出声 有骑士惊叫出声